鸡鱼小玩们都吃过 今天弄个生鲜鱼 不小心吃过没 没吃过你继续往下看 我们先给它处理一半瘦 这样我们用蒸鲜 把这背鸡骨给它骨骨的一半瘦 弄成这样就差不多了 但是不晓得能不能成功 毕竟生鲜鱼只是穿梭中的一道菜 太一点也没口服能够吃上了 先来炖一半瘦鸡汤 葱来半瘦 姜来半瘦 盐来半瘦 葱酒来半瘦 弄个煎鱼指甲 把鱼挂上去 水开过后上迷迷屋起 再把鱼放过来 生鲜鱼生鲜鱼 就是要有这种飘飘鱼鲜的感觉 再把这笋子糕给它传来半瘦果改 很多老姐问我天天吃这么好 到底哪里来的钱 我是把家里的旧手机 拿去早亮机APP上换来的 回收价比手机店高出三四百 现在下单顺风免费上门 点左下角 还有五月加价活动哦 实力推荐 等了两个小时 现在开开就是街灯七鸡的市场 干啥 那我们跟视频里看的不一样的 我们做方法肯定还干净 没关系 明天给我继续再给它整一半瘦 经过一晚上的时刻 我就来这道生鲜鱼 我必须吃到嘴巴后 今天买了一条 继续开干 再给它串一半瘦 混泡好了 还是左边拿鸡左边拿骨汤 放下也继续搞 我给它扛起 今天又蒸了三个多小时 菜都烧几十斤了 来看一下下小锅 还好 今天这个我还挂个老婆在这里 看来这道生鲜鱼 真的只是传续中的一道菜 不过 这锅汤高了七八五小时 这锅汤鸡爬的不能再爬 今天那话就来了 这锅鸡鱼汤的精华 已经充分熬出来了 撒点充分就可以开干了 我们的生鲜鱼虽然主持版了 但这锅鸡鱼汤还是非常成功的 吃下来喝一半手 啊 不错不错 再来吃一盘尴尬尬尬尬 西流 tyrann poems 博味的 整点楠枝 辱口即化 这锅鸡鱼汤味道是相当不错的 关闯这套餐给我做一个咪iciltの尾 小伙伴在学校弄的时候 你直接把 Otto throat зна放法 丢条鸡鱼下去 做这种鱼 这里 太费时间了 而且不一定参攻